這個是windows 10的 pc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如何讓這個 ipad pro usb c 的 版本可以當成 pc 的第二個延伸螢幕 好那請你準備這個 usb c 的 hub 接起來 然后呢 這個是 ios 直播專用的擷取卡 那將這個 usb c usb 連接到 那個 hub 上面去 好 然后還要提供電源給這一個 iOS 的擷取卡 電源 然后呢打開這個 app media link live 好你會看到這個藍色的畫面 有看到藍色畫面表示說 這個擷取卡已經 成功的在這個 ios 上面使用 然后呢我只要將這個視訊來源接進來就可以了 我這個 hdi 是來自於這個筆電的 hdi 輸出 連接進來 你看出來了好這時候呢 這個 ipad 就是 他的第二個延伸螢幕你看 好那我播一個影片哦 播一個影片 我們現在播一個影片哦 好吧拉過去 拉過來 拉過去 拉過來 windows 啊還是插到你內盒 好 開你的 obs 就可以做直播 全螢幕哦就是這樣子 那大家有沒有套錢是說 那種免去接去買 好接下來我要demo的是 如何讓這個 ipad pro當成這個 樹莓派 rasbury 拍的這個螢幕 好一樣的道理 我將他的電腦的 hdmi把它拉出來 打掉要被藍色的嘛對不對好 然后呢 將這一個 hdmi 接到樹莓派 這個是micro usb 所以接起來轉換頭 接進來 然后呢 再連接 樹莓派的電源 樹莓派電源是usbc的電源 接進來 好 看到有沒有看到 好拉近給你看哦 好我把滑鼠接上去 把隨身疊接進來 然後我播個影片 樹莓派播個影片 這時候ipad pro usbc版本就成為樹莓派的螢幕使用了